大家好,我是陈岳,全球热点深度追踪,欢迎来到陈岳观点 改变世界的新冠病毒究竟来自何处 我想这是全世界人民都想知道答案的一个问题 虽然美国的政客们不断地把新冠和中国挂钩 甚至近期世卫组织也在美国的操弄之下 诶,这个谭德塞秘书长越来越像美国的政客 但是科学家们也在同步地努力着 或许是因为不如政客们那么容易登上头条 所以反而真正的按照科学的溯源被媒体报道的不多 而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 已经发现了一些新的线索和证据 新冠病毒源自美国的说法 以及外界对于美国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的质疑也就越来越多 我们今天就来汇集各方面的消息 给大家综合地分析当前新冠病毒溯源的进展情况 以及美国近期在病毒溯源工作上操弄世卫的一系列做法 而中方也提出了四大要求进行反制 首先让我们先把时间线和大家交代清楚 首先呢2019年的5月份 大名鼎鼎的美国德特里克堡实验室发生了泄漏事故 而随后两个月也就是2019年的7月份 德特里克堡实验室就突然之间关闭了 2019年8月美国就爆发了不明原因的肺炎 当时美国将其称为电子烟肺炎 说实话电子烟为什么会引发肺炎呢 就连我对这个新闻都印象非常深刻 当时说这个啊这个电子烟除了以后会引发肺炎 然后呢这个肺部有感染啊等等 甚至造成了一些人的死亡 而当时呢这个包括一些从事电子烟行业的行业的一些公司呢 都对此啊引起了很大的问题啊 包括要不要允许他们继续研发啊等等 一系列的分波 所以从资本市场到啊这个我们说的健康领域啊 媒体呢也都给予关注 虽然已经有两年的时间 那么我对此消息呢依旧记忆犹新 但是现在回头再来看就非常的奇怪 电子烟本身和肺炎之间根本就挂不上钩 对吧那为什么会有电子烟肺炎这一说法呢 说明至少有一点 这个引发的肺炎不是常规性的肺炎 如果你想是由于啊 比如说这个细菌啊 或者其他我们已经知道的疾病 那自然就能够诊断出来呀 那很容易查对吧 比如说我们以前叫做流感引发的肺炎呀 或者是咳嗽啊 或者是不管怎样吧 那么传统上引发肺炎的原因可能会有很多 对吧 那么为什么美国称之为电子烟肺炎 就是不知道原因是什么吗 很简单 而且现在呢通过当时美国电子烟肺炎这个消息报道 有很多的这个片子就是肺部 它有CT扫描或者各种这个医学我不懂啊 但是总归会有片子留在留下来 网站上都有 哎现在一看和新冠的症状呢 似乎极其的相似 那么因此呢 现在就有很多人去测想 那你美国要解释清楚 什么叫这个不明原因的电子烟肺炎 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觉得这也是值得研究的方向 而后呢 我们就看到了2019年美国的流感剂 美国就将这个不明肺炎说成了流感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 当时美国流感的情况非常严重 死亡的人数也很多 那么当时说是流感导致的所谓 肺炎的死亡率明显高于我们常规所说的流感 那么为什么美国的流感和其他国家的流感的死亡率就不一样呢 就高那么多呢 对吧 我想大家现在还能够听到关于美国流感的消息吗 好像没有了 对吧 自从新冠袭击美国之后 那么美国所谓的流感疫情一夜之间突然就消失不见了 难道大家不觉得好奇吗 你当时所说的流感 如果是真的美国之前流感严重 难道现在就一夜之间没有了 那你那个流感到底是什么情况呢 我们知道流行性感报 如果在什么地方容易 特别适合气候各方面进行传播的话 那几乎每年都有 现在消失不见了 那我想这至少是一个值得去质疑的点 那么另外我们看到 2019年的10月份 武汉就召开了军运会 其实这个消息也都不是什么新消息了 大家讨论也很多了 那么当时呢是五名美军突然就患了一种怪病 而且当时美国是用专机紧急接到接回美国 后来呢美国媒体说啊 是流感呀是这个拉肚子呀 反正就是把这种小毛病 那大家想一想 如果你说这个运动员对吧 参加一个体育赛事 如果就是一个流感呀 就是个拉肚子 这种病的话 你在任何一个国家 还要派专机接回去吗 对不对 那都能治疗的呀 这又不是什么复杂的疾病 那你美国这个劳斯顿重啊 搞了一个派一个专机 把这几个拉肚子的得了流感的人 接回到美国去 这个事情本身的话 我觉得也是值得去怀疑的 那么最后呢 美国在军运会上面 拿了个倒数第一 那又是怎么回事呢 美国的运动能力的话 这么弱吗 美国的军方这么弱吗 好像并不符合美国的真实的情况 那么也不符合美国的国力 我们看到美国世界新闻网最新的报道 美军在2019年通过一个叫血液项目 将新冠病毒带到了欧洲 而进入了意大利美军基地的平民志愿者 就成为了最早的受害者 而德特里克堡就是美国提供血液采集的军事基地之一 这个事情本身呢 我想也是目前 国外一些媒体或者说科学家 追查到最后呢 发现有这样一条详细的传播路径 虽然我们现在不能够说 百分之百或怎么样 对吧 那还有待与科学家进一步的把这些证据呢 但是种种以上的这些怪现象 包括现在最有可能的一种传播路径 那是不是引发了这个一系列的新的证据呢 就是美国这个疫情发源自美国 或者说至少 WHO要去调查美国的生物实验室呢 我觉得这个事情的话呢 要引起 总是至少在对全球来说 要一视同仁 对吧 你不能从中国查查查查查 什么查不到 我们讲叫做不查到这个是中国为止啊 就是说不停 那那这有什么意思 对吧 那就全球要一视同仁 那么关于以上这些事态的来龙去脉呢 我们看到科技日报 在7月29日做了一个详尽的报道 科技日报本身是以科技为主导的 那么对这个事情本身的报道呢 我认为当然它也可能是这个啊 这个侧重点是不一样的 对吧 那自然是一个科技媒体 那么报道就谈及了 本月早些时候 也是英美的媒体啊 之前呢有很多的报道 我们在节目中实际上也谈过 那就是意大利和荷兰的两个实验室 对少量的新冠疫情爆发之前 所采集的血液样本进行了重新检测 发现了通常在新冠病毒感染者体内出现的抗体 意大利米兰国家肿瘤研究所科学主管 乔瓦尼阿波洛内就认为 这个结果说明 在意大利新冠病毒 很有可能早在公认的时间点之前 就已经在一定限度之内进行传播了 那么这一新闻由于涉及新冠疫情的来源 也引发公众的强烈关注 而根据啊美国世界新闻网 前面我们所谈到的这个报道 那就是美军在2019年的一个血液项目 将新冠病毒带入欧洲 那么进入意大利啊 传播给平民志愿者 那最起码呢 这一个报道 似乎呢 这个给了一些新的线索 而据英国的禁报和美国华盛顿邮报 之前也都有一些报道 就是意大利研究人员 一篇去年11月份 所发表的论文就指出 959名接受过肺癌筛查的人的血液样本检测中 发现了111个人的新冠病毒抗体检测 结果呈阳性 其中最早的样本采集时间是2019年的10月的第一周 也表明他们至少在2019年的9月就已经被感染 随后呢 世卫组织就开始介入 那么所有的样本也被运到了意大利和荷兰的两个实验室 用不同的方法重新进行检测 而这两家实验室重新检测了29份原始样本及其对照样本 在原始样本中都观察到了新冠病毒的抗体 而且两个实验室都检测到抗体的样本当中 最早采集于2019年的10月份 一名实验室研究人员对英国金融时报说 那么这样的结果或许可以解释 为什么2020年意大利的病例会突然之间出现激增的情况 我们都知道当时呢 这个啊 我们首先爆发 至少从这个向世卫组织报告 那么中国的科学家在武汉检测到了一个新型的冠状病毒 那么随后没多久的时间 当检测是指出来 当这个DNA被中国的科学家给提供给全球之后呢 马上在意大利就大面积的爆发 然后其所谓的爆发实际上就被检测出来 如果没有中国的科学家提供的这些DNA的 这些这些这个数据 那没有这些检测的试剂盒啊 这个PCR的 因为没有DNA就不可能有什么PCR检测嘛 那那可能大家都觉得流感啊 对吧 还是流感啊 就像美国之前的情况一样 那么意大利就突然之间爆发 啊 你说这样的传播链是从武汉传播过去的吗 似乎呢 并不太合理 因为你整个传播时间 它是有一个过程 为什么一夜之间就激增如此之多的病例呢 那合理的猜测那当然就是原本其实已经传播很久了 一直当着当成这个流感感冒来处理 当中国科学家提供的DNA 提供了检测方法 提供了PCR的检测盒之后 突然之间检测了那么多 我们也都知道美国的新冠也是似乎像这个森林大火一样 迅速的蔓延 也很有可能呢 实际上已经烧了很长时间了 对吧 那么这个事情呢 当然也是需要去进一步的WHO必须要进行深入的研究和调查 那么这因为整个新冠病毒以更早的一种形式传播和存在 悄无声息的在人群当中流传着实际上呢 这是一个更为合理的解释 那么这个病毒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 我们看到世界新闻网的报道就认为 传播的来源可以追溯到美国的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 2018年的4月 美国德特里克堡关闭了冯化炉以节省维护成本 从那以后 关于生物武器级别在内的医疗废物 其销毁工作都交给了位于马里兰州巴尔迪摩的一家私人处理公司 叫做科蒂斯湾医疗废物服务公司 然而这家公司有着臭名昭著的违规记录和不合格的管理历史 2019年的6月 该公司在弗吉尼亚州的工厂就曾因多次违反这个州法规 而被州环境质量部罚款数十万美元 在地板上大量积水中有未经处理的医疗废物 员工也没有穿戴任何的防护装备 2020年的1月 德特里克堡的驻军指挥官德克斯特纳纳利上校公开承认 在建造新的冯化炉之前 陆军及其实验室这些年来一直无法控制 从使用到销毁的材料 也因此呢可以这个怀疑病毒完全有机会 从德特里克堡内外的军事人员中广泛传播 那么德特里克堡内外传播的会是什么样的病毒呢 美国军事时报曾经援引信息自由法案 索取美国疾控中心的调查报告 但其中很多关键内容都已经被删除掉了 那么仅就公开部分德特里克堡的生物实验室 对待生物之际和毒素的态度是相当的吓人 违规的列表中一项标注为严重违规的行为 是人员在没有进行呼吸保护的情况下 多次进入一间实验室 而室内其他人呢正在对非人灵长类动物进行手术 该违规行为导致实验室人员呼吸系统 直接暴露在特定制剂的气溶胶当中 此外呢已经感染病毒的非人灵长类动物 就被简单的关在笼子里 多名人员不佩戴适合的呼吸装置 就直接进入实验室 一些人员在处理生物危害性的废物时 根本不太佩戴手套 一名工作人员转移有害生物废料时 打开了高压灭菌室的门 严重增加了受污染空气 从房间进入高压灭菌室的风险 而灭菌室内的人员都没有佩戴呼吸防护装备 除此之外 我们看到这个披露的信息显示 实验室建筑外表的这个没有进行密封 天花板和生物安全柜都有裂缝 人员在执行生物安全和控制措施时 出现了系统性的失败 但是美国疾控中心以国家安全为理由 拒绝公布更多的细节 在追踪之后 发现病毒搭乘着美军献血项目抵达欧洲 那么这个事情也是美国媒体报道的 武装部队血液项目ASPP 是美军已经形成的较为完善的血液保障体系 也是活跃多年的美国海外武装部队的官方血液供应渠道 ASPP项目从国家中心地区也就是华盛顿特区 马里兰州 弗吉尼亚州等等军事基地采集血液 也包括德特里克堡 安德鲁斯联合基地 然后该机构 每两周就将血液运送到英格兰和意大利的空军基地 血液运输的要求是要在三天之内完成所有的程序环节 并保持冷链运输 而至此呢 被感染的美军人员或冷链血包上的病毒 顺利借由ASPP运输体系抵达欧洲 2019年的8月 意大利威尼托大区的美军基地招募当地平民志愿者 为里面的军人提供心理教育的服务 根据意大利米兰国家肿瘤研究所的报告 意大利的首例病例正是2019年的9月 在威尼托大区记录在案 远远是早于中国武汉在2019年的12月份所发现的病毒 而美国军事基地集中在英国 同样也出现了严重的新冠疫情的趋势 那么鉴于以上世界新闻网的报道认为 美军人员及其冷链血液包裹 是欧洲新冠病毒预防工作中长期被忽视的漏洞 而目前美国明目张胆地将新冠病毒溯源工作政治化 谁会想到这种丑陋行径的背后 原来竟还有如此让人感到震惊的殷勤 那么当然事实胜于雄变 只终究抱不住火 相信终究有一天德特里克堡的真面目会大白于天下 而除此之外呢 我们也看到美国正在全力以赴的操控世卫组织 为在新冠溯源问题上对中国呢进行抹黑 美国一些政客近日可谓不遗余力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8日在科威特与世卫组织总干事坎德赛会面 再一次敦促世卫组织实施将矛头对准 这个中国的所谓第二阶段溯源 美国企图绑架世卫组织将病毒溯源政治化 对中国搞有罪推定 这种行径非常的丑陋 在今年三月底发布的中国世卫组织新冠病毒溯源联合研究报告中 已经明确指出新冠病毒从实验室泄露极不可能 然而这份具有广泛代表性与高度专业性的报告 一直受到美方的恶意打压 世卫组织秘书处目前提出所谓第二阶段溯源工作计划设想 其重点与美方一直想给中国进行有罪推定的算计是高度的契合 也令科学界乃至于国际社会大跌眼镜 不仅偏离了第73届世卫大会决议的要求 更无视第一阶段联合研究报告所得出的结论和建议 因此今日俄罗斯网站就发表评论文章指出 世卫组织无法连贯的运作 表明它受到了华盛顿强加的更广泛地缘政治因素的感染和破坏 世卫组织新冠病毒溯源研究国际专家组成员 彼得·达萨克就表示 中国已成为新冠病毒实验室泄漏论的受害者 美国政客的一个目的就是要借抹黑中国 以掩盖自身抗疫不力的责任 然而无论政治操弄的手法如何的变化 美国政客们的抗疫无能 这个事实也都无法掩饰 而现在美国的疫情是再度的恶化 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数 住院病例数 死亡病例数等疫情核心指标都在反弹 一些美国政客却依然在世界各地 窜来窜去上窜下跳 肆意传播政治病毒 破坏全球抗疫合作的大局 俄罗斯皇城电视台网站目前就发表评论文章 一语重地 谈到美国已经把危险的病毒变成一种国际勒索的手段 美国政客们的政治把戏勒索不了中国 中方已经严正表明任何关于病毒溯源的工作的计划 如果不是一份真正的寻找病毒的计划 而是设法抹黑中国的计划 而作为一个独立主权国家 中国都不会也不可能接受这样的计划 国际社会也广泛反对将病毒溯源政治化 到现在为止已经有60个国家致函世卫组织 认同第一阶段溯源研究的结果 反对溯源政治化的图谋 多国的政要专家和媒体也反复的强调 抗击新冠疫情溯源这个工作呢 必须以科学作为依据 在溯源问题上要合作 不要抹黑 要真相 不要谎言 要尊重科学 不要政治操弄 美国政客们不管借谁的台子玩弄什么花招 也阻挡不了科学真正的调查工作 只能让世人进一步看清 美国试图转移焦点的真面目 另外呢 中国外交部也表示 如果美国真的想在新冠溯源问题上透明负责 那么至少要做到四件事情 那么我想呢 这也是中方向美国方面提出的四个要求 第一个就是美国应该公布并检测早期病例的数据 尤其是需要对一些被误认为是美国流感的病例重新进行调查 第二个美国应该邀请世卫专家啊 这个组织那么调查德克里克堡和美国在海外的200多个生物实验室 尤其是德克里克堡实验室 这个呢 谈的比较多 第三个呢 就是美国应该邀请世卫组织专家调查北卡罗来纳大学 特别是北卡大学巴里克团队具备极其成熟的冠状病毒核成和改造能力 只要调查巴里克团队及其实验室完全可以澄清对冠状病毒研究会不会产生的这个新冠病毒 第四个美国应该公布参加武汉军运会的美国军人患病病例的原始数据 对于美国操弄冠状病毒的这个新冠病毒的溯源工作呢 实际上我们也看到俄罗斯媒体啊 还有其他一些国家的媒体呢 都在进行报道 特别谈及 现在呢 美国已经把新冠病毒溯源变成了一个勒索工具 那当然中国呢 也对此进行这个反击 现在呢 随着整个事态的往前发展 那么溯源工作的推进 实际上呢 我们看到很多论文的发表 各个国家的科学家呢 也都在试图找到真相 那当然所有人都会谈论的一个话题 就是寻找新冠病毒的源头 并不是为了抹黑谁 或者是做政治的操弄 而是为了防止这个病毒呢 被进一步的扩散 未来也许 在什么样的源头 如果你没找到 不加以控制呢 哪一天它又跑出来的 对吧 变异之后 可能对人类会造成更大的伤害 所以这个事情实际上是非常的明显 它就是一个科学的问题 但是美国总统拜登 竟然指定美国的情报部门 给他们这个几十天的时间 让他们就找出答案 这个事情本身是非常的荒诞 对吧 你说这些情报人员 他怎么找答案 他又不懂科学 不懂病毒 不懂传播学 也不懂动物学 就是乱搞一通 而现任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还说还对此进行承诺 说拜登政府打算调查 新冠病毒的起源 并且就指出中国要对此承担责任 即便是调查现在没有结果的情况之下呢 你怎么就说中国要承担责任呢 难道这不是美国政客们的有罪推定吗 对吧 那么美国呢 现在去推动世卫组织 企图让世卫组织指责中国制造新冠病毒 并将世界的怒火呢 是引向中国 或者呢 他们指望用这样的一种前景呢 来对中国进行施压 除非中国人向华盛顿低头 并在其他问题上做出极大的让步 而俄罗斯媒体的评论也谈到了中国的反击 称中国非常清楚对方的目的和企图 中国采取了灵活的防疫 中国正在对华盛顿进行反击 特别是要求世卫组织调查2019年美国德特里克堡基地冠状病毒可能泄漏的情况 中国媒体称 美国实验室曾发生过各种事故 其泄漏的发生早已武汉疫情 美国当局隐瞒了德特里克堡泄漏事件的信息 这个呢 是俄罗斯媒体关于这件事情的报道 而马来西亚的新海峡时报网站在7月29日也发表了题为 没有法律依据和机制 让中国对新冠肺炎疫情承担责任的文章 文章指出 从国际法的角度来看 将国家责任与病毒起源联系起来是毫无根据的 文章认为 令人遗憾的就是 一些国家将新冠病毒的溯源政治化 从而干扰了国际的合作 那么这个国家当然指的是美国 这也包括命令情报机构进行调查 而不是将调查交给世卫组织或者卫城机构或者科学家 试图通过勒索诉讼向中国进行索赔 那么这些偏离专业化和职业化的要求 从国际法的角度来看 将国家责任与病毒起源进行联系是毫无根据的 它可能会树立一个危险的先例 影响到今后国际大流行病条约的拟定 以及国际和这个法律合作的开展 首先呢 根据国家责任方面的国际法的原则 让报告传染病的国家承担责任是没有法律依据的 讲白了 现在可以肯定的是 让全世界知道有新冠病毒这么一回事的 是中国是中国的科学家 那么最早向全世界进行这个报告病例 并且呢 进行大规模的分成 为全世界疫情的这个防控做出巨大贡献的 是中国的武汉 是武汉人民做出巨大的牺牲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中国还为全世界提供了最初的新冠病毒的DNA检测数据 最多的检测设计和PCR的一些检测方法 检测手段啊等等吧 包括后来的这个口罩呀 防护衣呀 手套呀 呼吸器呀 反正就全来了 对吧 那么中国呢 还提供新冠疫苗等等 实际上在整个的过程中呢 积极主动防疫帮助全球的就是中国 那么我们看到马来西亚的报道呢 非常明确的就指出一点 如果任何一个国家首先报告了相关的DNA数据 报告了相关的病例 那么最后就要承担责任 最后呢 就会变成被指责的一方 那么在这个问题之上呢 那以后所有任何的疾病都不会有国家去报告了 对吧 那这个本身呢 就是没有道理的 国际法没有这方面的先例 也就是让报告发现传染病的国家承担责任 在西班牙流感 艾滋病 埃博拉病毒 H1N1流感 还有呢 中东这个呼吸综合症等传染病历史上 当然我们也必须要说啊 这是马来西亚媒体的报道啊 但里面提到了中东综合呼吸症 莫斯实际上 那另外呢 就是所谓的 西班牙流感 因为那个呢 是发生的时代比较早远了 久远了 那么实际上这些前面加上中东啊 加上西班牙呢 按照现在的人类的文明来说呢 也是不应该的 因为这个爆发了疾病 谁也不想 对吧 那这也是同样的 有这种地域歧视 会引发这个地区和某种疾病联系起来 这是不好的一种说法 那么另外呢 我们看到马来西亚媒体就指出 没有任何以上这些传染病的国家 根据国家责任原则 向特定国家提出法律索赔的案例 如果现在提索赔 那似乎是对特定国家的一种政治迫害 此外呢 这最终将不利于今后的防治传染病方面 开展国际合作 各国将隐瞒传染病的爆发 以免有人对其提出索赔 那么第二点 没有任何国际机制 让一个首先发现一种传染病的国家承担责任 没有任何具有此类案件管辖权的国际法院 没有关于建立这一国际法庭的公约 更无有权对另一个国家采取此类 法律行动的国际组织或者是国家 那第三点 根据国内法对中国提出法律主张 声称中国对这场疫情负有法律责任 那么这种做法呢 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做法 如果美国或者其他国家 根据本国法律 在国内法院对中国提起诉讼 可能导致中国采取报复性的措施 比如采取相同的措施与反击 同样提起诉讼 第四 认为中国与新冠肺炎疫情相关 而背负国际法律的责任 这种做法违反了无罪推定的原则 自从疫情爆发的初期 中国和世卫组织就一直在合作调查 新冠病毒的来源 由美国 英国 日本等国专家 所组成的国际联合研究小组 那么在武汉进行了为期28天的调查 研究小组得出的结论是 实验室泄漏的假说极不可能成立 因此那些在没有具体证据的情况下 要求追究责任的国家就违反了无罪推定原则 和由来已久的对被告的疑罪从无原则 根据国际法 新冠肺炎疫情是一场国际卫生危机 因此应该由国际组织按照多边主义原则来处理这个问题 在新冠病毒溯源的问题上 某些国家发动了国际法律战的行为 绝对没有任何法律依据 以及实现其目标的合法手段 那这个事情实际上就是马来西亚媒体 是综合过去这段时间以来 美国的在国际上新冠病毒溯源 这个问题上的一系列的做法 那么我想这个总结算是非常到位 而且马来西亚这个媒体 它从国际法的各个角度 实际上我觉得还是比较站得住脚的 也是比较符合各种原则的 而且还特别指出 美国的这种做法只会对今后 根据国际卫生建立合作机制产生很多消极的后果 实际上美国现在是杀红眼 对吧 就拿最近的事情 现在这个东京奥运会正在举行 实际上奥运会作为人类的文明的一个重要的成果 那么体育精神的一个重要的场合 那现在的东京奥运会上面呢 中国至少目前在金牌的数量上呢 是排名第一的 当然美国后面有田径呀 赛跑呀 还有美国它有它的优势的项目啊 那我想篮球很有可能美国也能拿到冠军啊 那不管怎样 美国它现在的这个在东京奥运会上 我们看到美国的媒体呢 那就抹黑中国啊 那说中国这个拿到这个就是一个金牌机器啊 这个完全没有体育精神啊 完全的没有按照体育的这个原则 或者是呢 从小比如培养啊 兴趣啊等等之类的 完全就是在通过一些工业化生产的模式 在制造金牌 在制造这个等等吧 反正就是抹黑中国的体育成就啊 那这种有什么意思呢 我们看到美国媒体的这一番报道 在评论区呢 实际上是翻车了 因为美国的普通的 或者是全球普通的这个 那个观众啊 或者是一般的网民 就会质问美国 难道美国的体育运动员 他们去了奥运会的场合 不是为了真真这个拿到冠军吗 不是为了这个得到第一名吗 不是为了去打破世界的记录吗 其实大家都一样 对吧 你硬要去在某一个细节上 分辨出这个你是好的 别人是不好的 实际上这讲白了就是抹黑的动作 另外我们看到布林肯 拿对中方的那个这个指责呢 就更多了 反正呢就一无是处 大大小小事情啊 都是美国number one 美国是最对的 那么中方呢 什么都是错的 美国呢 他通过这样一种方式 所谓的价值观外交 那就是高高在上 实际上在过去的几百年呢 英语媒体也罢 或者是西方国家也罢 的确 他就是这个称雄称霸 在全世界 特别是都是西方国家 从荷兰对吧 那德国的一个阶段 然后呢 包括像这个英国 西班牙 那当然到后期就是美国 实际上绝大部分呢 都是英英语的国家 或者说是这个西方国家 那在全球呢 占据主导地位 所以他的话语权也强 那包括现在积累了很多的媒体 美国的媒体 英国的媒体 西方的媒体 那很多时候呢 是站在他们的价值体系上面 来看待一些事情 比如说东方的这种 集体主义的精神呢 在他们看来呢 就失去了自由 它不是这个个人主义的 这个为最优先的 那就是所谓人人为我 我为人人 这样的价值观呢 在西方看来可能是 没有这么回事 对吧 他就觉得老子我 这个对吧 第一 我就是最大的 我个人主义是最大的 没有什么高低之说 但是现在的情况就是 美国或者是西方呢 他在全球话语权上面呢 是更有他的优势啊 在所谓的宣传口径上 宣传能力上呢 有他的强项 所以呢 他就不断地以自我价值观 来这个高高在上的评断中国 那么因此呢 就展开所谓价值观外交 在这件事情上呢 有他的优势啊 那我这一点呢 中国方面也是 目前是非常重视的 那么希望呢 倒不是说谁压倒谁 而是说 传递不同的价值体系 我们看到之前 中国的外交高层也谈过 对吧 在国际的场合 就是文明 这种东西 没有高低之说 对吧 那么每一个文明 彼此之间呢 是可以共融共存 共同发展 合作共赢 对吧 那么你不能说 你西方的文明 基督教文明 就是高高在上 那说的话呢 都是指点江山 激扬文字 平断别人的好坏 是非啊 都有你说了算 那其他的文明体系呢 好像就只能被你抹黑 比如说 一段时间以来 西方国家总是把这个 这个穆斯林 这样的一个族群 它曾经也是人类历史的 辉煌文明的一部分呀 对吧 好像很多时候呢 会刻意的 把它和恐怖主义挂钩 联系在一起 或者贴上标签 实际上这个是 非常非常不合理的啊 那么穆斯林文明 也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文明 我们不能说 任何这个都没有缺点 当然也不是 所有的都有各自的 这个不同的这个 优缺点呀怎么样 但是呢 你不能高高在上 把一个极其恶劣的恐怖主义 和一个文明贴上标签 现在呢 到了中国 特别这些年啊 发展的不错 那自然呢 包括新冠病毒的起源呀 美国在搞盟友外交呀 价值观外交呀 全都来了 对吧 围堵中国呀 等等 一系列的事情 我想这个新冠的这个事情呢 也是其中的一个案例 我们最新看到 世卫组织的发言人呢 也对外表态 说关于病毒溯源这件事情呢 唯一的原则就是依据科学 那么我们也希望呢 世卫组织 如同发言人说的那般 对吧 按照科学的方式来进行病毒的溯源 而不要呢 像谭德塞 这个越来越像政客 所谓的发言呢 直枪头草 对吧 随分倒 看分项往哪里飘 就往哪里倒 那么这个事情呢 肯定是不允许的 以上就是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内容 欢迎大家给我留言讨论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